去年假設大陸會變成一個像北韓一樣的國家 暫時看到了 Country Risk的Discount 只是這裏都可以達到三四千點 這次港股的升級 我不會以紅豉或牛豉去說這些話 因為我又不是經紀 你都不會無意無故牛豉 突然間牛頭角、鮑菲特那些全部出動 又炒上去 這些是沒可能的 最重要其實就是賺到錢 你要形容它是紅豉、馬拉薯、豬豉 就說誰在乎 為什麼要說紅豉 令你很沮喪 說牛豉令你很興奮 其實你興奮你不興奮 如果是無相關的 看片之前記得訂閱京一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小鐘、下載我們的App 還有我們京一共肥企劃已經上線了 貼事物物送 有錢齊齊賺 快點訂閱吧 你如果看7000點 總數就很瘋了 現在大概21,600、1700 很多人就會起點由10月31日 14700左右 你就會覺得直取7000了 一開始我在11月大部份時間 其實我都適應不到 之前想拆 忽然就想取上去 但是你以為刻制住自己的 那些Bullish或Bullish的感覺之外 你抄回來看 其實它在9月30日左右 其實它差不多1萬8千點 1萬7千9百多 其實正式它這個位置 就似乎你是想用1萬7千9百作為起點 還是1萬4千7百作為起點 因為在10月的一個月之內 其實發生的跌了這3千多點 由10月的頭 1萬7千多跌到10月的尾 1萬4千7百跌了3千多點 其實那時發酵甚麼呢 除了發酵大陸的疫情是不會放鬆 繼續清零 繼續死故故 另外一方面就是 當時發生甚麼事 就是大陸是二十大 七個常委上任 那時人們看到那個牌面 好像清一色 那些人就覺得 他是否想走一些很嚴謹的 比較保守極保守的路線 包括有些視頻看到 胡錦濤出去了 當然有些不同的傳測 所以歌詞就是 其實他跌了三千多點 很多是對政治的擔心 對跟中國會到極早的 一個思潮的整體擔心 所以令到大家信心盡送 但其實單一句 其實不是發生過很多事 其實是經濟層面 然後之後 負負三婆才開始解讀 不是啊 即是清一色的話 雖然不是很多不同的聲音 但都可以 既然有人碰到它詐色 其實你一個人在陪襯 還不如就清一色 反正你自己有 你沒得賴 你自己有 另外一方面又有不同的解讀 關於那個人出去了的不同的原因 還有後面開始傳說疫情準備放鬆 這幾個碟加囊 那個事先取得上去 所以我自己對那些人的判斷就是 就是不要因為之前 即是富士山婆 你見過鬼就怕黑 即是你見到一萬四千七 那你就會覺得 那七千點你可能克服自己的心理 其實這七千點有三千多點 是十月份的政治的修復 對政治極左思潮擔心的一個 即是跌了三千多點 這七千多點有三千多點 另外那三千八百點才是真正的升幅 另外這三千多點升是升 疫情的開放和地產 暫時好像在那個爆了的情況下 是被它用一個縫火牆枯置了 從而得到一個結論就是 中國的經濟似乎有即將會上一個軌道 2023年一定比2022年好 股市的話如果它要升 其實是有三個步驟的 第一部分就是對中國那時擔心 它進入一個極左極保守的一個擔心 即是國家的一個整體風險的擔心 即是去年十月那一刻 這部分已經收復了 第二部分就是隨著中國經濟的逐步的收復 以及全球的一個改善 而全球的股市、債市、資本市場、商品 所有的東西都是Risk Own的 即是加緊風險 Risk Own即是升的意思 這部分是進行中的 有些人就喘毒還有第三部分 講一些牛市的人就喘毒第三部分 就是覺得第二部分 整個經濟收復進行得多好 然後我們的偉大領袖那方面 又會執行很多其他的政策 這些政策慢慢會體現在GDP 亦會體現在企業的盈利 所以這些上市公司的EPS 即是盈利情況就會得到很大的改善 所以就不單止是收復PE 然後遲些就會收復EPS 那股價就再上 所以其實牛市論 覺得他是一個牛市論的人 我覺得他最重要是第三部分 他是一個謎智自信的 其實我不是特別相信的 但我在現在這個時刻 其實你怎會拿自己的錢 去做一個這麼大的賭注 你不就先看好地段 所以你看到不單止是 Emoji market 也不單止是中國 也不單止是韓國或其他地方 包括歐洲包括英國 甚至這一個星期美國全起 你說商品市場都全起 銅、油、價格全部起 除了天然氣之外 其他全部都起 債市都起 美國的國際價格都是升 所以你發覺 他是所有的投資品 不同的投資 不同的資金 隨著利益的放鬆 即是美國價值進入 到了末期 我估計應該升兩次的25點子 然後加上美元指數向下 導致全球的流通性 一個整體的改善 所以幾乎所有的資金 包括蜜蜜 或者其他那些什麼蜜蜜蜜 全部都是升的 你發覺所有的資產類 除了天然氣之外 所有的都是升的 第二階段 可能去到二萬五左右 至於下面有沒有第三階段 其實我不知道 如果你說他是一隻大牛 其實你是很矛盾 但當然也不可以說 他一定不行 只不過你 其實我可以很負責任 其實你一定判斷不了 他是或者不是 那你就是第二部分 先吃了他 所有的這些投資者 即大家不是辯論家 亦不是理論家 其實你是要 有勢你就要趁勢 大陸的整頓就完了 其實是未必完全到他心裡想要的東西 但那樣東西是不可能做到的 因為做到應該是 這些公司應該會倒楣 但是他最主要的東西是完全聽居之敵 你又不要進來跟我玩些什麼金融系統的東西 借錢或者放桂里那些東西 他覺得那些東西第一是金融風險 第二是我親生子銀行的生意 所以他對阿里 對京東對拼多多就是 OK你做妄想士多 你做電商這樣就沒所謂了 你有沒有搞這麼多花神 你有沒有搞什麼螞蟻 這些東西 他覺得這些國家憎恨你 還有創造金融風險 所以你看到他們完全差不多退出 如果你專注於電商或雲 雲你能發覺現在那三間電商公司 電湯、移動都做很多 所以其實他就是 什麼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 其實就很清晰 而他這些人又不具備反抗的資格 基本上是聽話的 現在國家的經濟又不可以 所以基本上就是這樣 所以在政治風險和調控風險 我覺得就基本上完成了 以後你就做電商 你做少少雲 還有你就說你好有人生 你想做少少智能 你幫國家投資 我覺得一開始 之前是對得太深的 就是恆指之所以之前跌 之所以後面又會跌 是因為恆指其實最便宜的 只有七倍多 這些是認真慘劇 所以現在彈到現在 其實它都是十點幾倍的 便宜到爆 所以港股通過爆跌 是蝕出風險的 因為它又不可以別人貶值 或者其他東西 所以你總有一件事是要犧牲的 之前它就通過股價暴跌 為何我又覺得好像巴巴 好像這些 OK就是第一 都找到一個平衡點 第二件事就真的很便宜 其實巴巴這些都是十三四倍 龍虎山泉都四十幾倍 華裏萬象都四十幾倍 那它現在跟馬道長 好像不是朋友 但是大家都OK 雙敬二斌 那它十幾倍 我覺得都是很合理的一件事 所以這個就是決定了 中國的公司 其實它的創新能力有限 其實它更多的是一個循環 是一個優惠的想像力 是一個優惠的想像力 日本當然也是 其實韓國全世界人口出生最低 所以韓國這個國家 其實人口是不停縮緊 現在中國就很不幸 到進入了 現在全球撞到最大的問題就是 這個地球好像不再有一個增量 它變成一個存量 而且是縮的存量 這個地球一定是沒有一個空間 讓你去開拓新世界的 即是你要開拓的東西 其實是開拓了 包括人都開始縮 所以這個就好像你一半生意最小 所以你就會有很多爭執 包括那個茶水仔、沙嬸都入 跟你有些爭執 因為你沒有給它 所以這就是一個全球的現象 首先這個大餅 全球的大餅 人口的大餅 或者是未來發展的大餅 其實是縮減的 所以這就導致了 為何在2018年之後 全球的地面政治 各方面是緊張的原因 所以這個人口變小 這是一個普及的全球現象 也是其中一個對未來比較悲觀的原因 現在你真的有人口紅利的國家 例如菲律賓、越南、印度這些 但現在有一個名詞叫人擴產 其實人口紅利跟擴產沒什麼分別 挖一挖一挖都會沒有 你不具備再生 因為你會想說那個國家 你一開始有人口紅利挖下去 就像一個礦 那些礦變成生產力變成GDP 人口的經濟變好就會不生 你像越南人口不是傻 為何要升十個小朋友出來累自己 慢慢就會由十個變六個、六個變三個 所以其實人口紅利跟礦產一樣 會有一個挖一挖一挖架的擔心 所以這個真的有人口紅利的國家 其實現在是很少的 東南亞和南亞採掘了之後 全球有人口紅利的國家是剩下非洲 你想想其實是有多惡劣 所以這是一個全球的現象 這又爛回另一個問題 全球而是想行出這個困局 以及像你這一代年輕一點 就一定要有科技的突破 歷史上在近現代有三次科技革命 有一次是蒸氣機 那時英國才會很強 後面是電氣化 這是第二次的工業革命 那時德國和美國都崛起 第三次的工業革命就是信息 即是網絡和信息 這些就是美國崛起 現在就是甚麼都沒有 所以現在全球大家要沒有這麼紛爭 那你不像阿凡特那樣 發電一個星球 其實你在科技上有進步 那其實就要AI 即是你如果有AI之後 你便會變相填補了 很多人手方面的短編 那你可能全球的經濟 或者全球的東西 才會重新進入一個增量市場 否則你都是用廣東話 最貼切就是糖水滾糖魚 你猜我我猜你 你搶我的東西我搶你的東西 所以你要破局 就不是說美國鬥陷中國 或中國鬥陷美國 中國鬥陷美國或美國鬥陷中國 都是一個全量遊戲 其實你到最後你發覺都是慘性 你真的要突破 現在的未來 你就要看看AI 這些有沒有得突破 如果沒有突破 其實很可憐的來說就是 你發覺有可能今年經濟 好像Pit up 了些 明年又衰 我們有一個更為責任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